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敢预录像涛哥的节目啦三立的大话新闻啦 然后民事的头家来开讲啦 都是现场直播我还想不起谁敢预录的 主要的争论节目都是现场直播 后来突然大家都开始预录了 我就跟他朋友讨论他跟我讲说你不知道啦 因为我中间闭关六年的确是真的有落差 他说啊因为现在这个这个电视台新闻台都怕NCC啊 所以呢用预录的比较保险啦 譬如说骂脏话的啦 那怎么出言不逊的啦 然后这个喔 因为你如果现场直播像我们现在现场直播 他说我讲一二三大家同步都听到一二三啦 我讲四五六大家都听到四五六 所以你一讲就出去了就完蛋了 那他的意思说因为要怕NCC的这个处罚呢 所以改预录喔 这我不是很能接受啊 我跟他朋友讨论那个 我觉得怪怪的啦 后来我回去又想老半天 就是我就有时候会在那种小地方 想是真的这个原因吗 这个可能要改天我们专题再来讨论喔 这个谢谢我的朋友东哥喔 他会害我想老半天好 欸报告今天节目内容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 那个礼拜欸 特别节目喔特别节目 好那特别节目我这个昨天录好了 就录的这个很痛苦喔 所以如果你去听我们农历设计特别节目 你会发现第一集的声音 第一个小时的声音 跟第五个小时的声音是差很多 嘿嘿 录道都要没声啊 因为连续连续一直讲喔 其实很伤喔 那我们这个总共五集的特别节目 从礼拜四开始播 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然后下个礼拜的一二三 五集的特别节目 呃韩市长有写脸书说 希望大家不要谈政治喔 那个包含市长你讲的跟我无关喔 因为五五集讲的都是政治 哈哈哈哈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谈政治过年喔 那是我的五集特别节目 通通都是谈政治 而且通通都是在谈韩国语 好连续的五天 那我从去年的一月啊 那我从去年的一月啊 一路谈到这个去年的十二月喔 把这个寒流的变化 从蜜月期到民调到初选到整个这个喔 大选喔 那一路谈下来 我们分作这个五天喔 然后五集喔 这个特别节目喔 通通都是韩国语喔 这个全部 其实其实我 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来 回顾我们当时我讲了什么 然后我们节目谈了什么 新闻的变化是什么 呃 那个今天有一位朋友送花到电台来喔 呃 非常不敢当 非常感谢喔 那我已经请我们电台通通把那个 因为他有那个花店的那个 那个地址 我就请花店 再再送回去 好我们 我们这个谢谢大家 那个 蔡英明那个饼干 我也不不不能说 上个礼拜欧品康寄橘子来啊 嘿 欧品康谢谢你 欧品康上礼拜有call in进来喔 谢谢欧品康 那欧品康他这个 这个 这个水果我也 这个请 我们那个管理处那边又又寄回去 请大家不要寄礼物来 谢谢大家 我们去年还有人 大家记得吗 他送一台ipad来 你送ipad来干嘛 这个不好意思喔 谢谢大家喔 真的不要破费 然后 这个像我 呃 我去年七月开始开直播 灯很暗 麦克风没声音 然后灯很暗 然后这个 大家看我演默剧 那那个李默默啊 还做了自己用手工做了一个环形灯寄过来 好 我会把他寄回去 谢谢 谢谢大家的好意 但是这个千万不要这个 呃 麻烦喔 那 其实这个就是跟 呃 每个 就每个主持人 每个名嘴 他的 他的 呃 个性不一样 好 像那个H 那个H 那个夹克 有的人他就觉得 我穿无所谓 就他是名嘴 他就拿一件夹克来穿是怎样 这个我 我没有批评 没有去批评任何人的意思 但是他就觉得无所谓啊 他就觉得说啊 我支持韩国瑜 然后韩国瑜他有一个 一个纪念的夹克 然后我我拿来穿 他觉得OK 那那那我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 那譬如说有些这个 呃 媒体人 他开了一家公司 他到各县市政府去标案子 你案子给我就不骂你 你案子不给我就每天骂你 他也觉得无所谓啊 他开公司赚钱啊 就到处去标案子 那你到底是媒体人还是商人 那你的评论 我怎么期待你的评论会公正呢 那如果今天评论到说 你有合作的一个县长 或是市长他的标案 然后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新闻 跟这个县长或市长有关 你要怎么评论 你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什么 你都还跟他一起去拍片 可能有什么业务上 什么什么这个标案上面的合作 那你要你要你要骂他吗 还是你要剖他 所以其实有些 那个界线是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看不一样嘛 像我之前 记得我们电台里有三个人的礼物 我会收 韬哥的礼物我会收 汪笨胡的礼物我会收 其他像那什么县市长的只有去年啊 去年卢秀苑寄的一个橘子来 那是过年前的最后一天寄来的 那我要退去哪里 好就后来我就送给那个念婷 送给小编 这实在是 故人的做法不一样啊 有人现在这个 你要讲我龟毛 我也没什么意见啊 但是有时候这些事情就是这样 好 好我们今天狗贝卜说要谈引力 那美女学员是蔡总统 第二段谈是韩国瑜 还有三立的这个总经理张荣华 那第一段我们从蔡总统谈起 那三立因为他 他们是两个 张荣华的姐姐是林昆海的太太 所以林昆海是董事长 张荣华是总经理 那他们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 这个总经理这边是管节目部 然后新闻部那边是这个董事长在处理 这三立比较 因为有些公司就是总经理制或董事长制 那因为这个这个海董跟这个张总 他们是这个等于是姻亲 对就是张荣华的姐姐是林昆海的太太 所以他们是姻亲这样子 好那这个我们不是要去谈三立的那个 但是其实还是有有新闻 因为他们尾牙有提到那个 所以我们今天标题是三立的尾牙 张荣华说幸好不用变两立 这当然就是要亏之前韩国瑜讲的那个部分 好我们从第一段蔡总统的这个巡回感恩参会和谈起 那这个参会也办了好几场 就各县市的这个这个立委的当选人 还有当地副选的干部 那包括蔡总统这个赖院长 陈菊他们也都有参加 都巡回的感恩参会 那昨天是在高雄跟台南 蔡总统这次选去感受最亲的是丹举 这在高雄那边这样讲的 他说感受最深的是丹举呢 我想请问蔡总统 丹举根本不是候选人啊 那为什么感受是他最亲嘛 其实我觉得蔡总统有一点在借着丹举啊 这讲他自己啊 其实蔡总统讲的是他自己 我觉得他投射的是这样 他表面上面子做给陈菊嘛 这次选举感受最深的是陈菊 可是陈菊根本没有选啊 选票上没有陈菊 他为什么感受最深呢 蔡总统说他说2018没有成功接班啊 陈菊被抹黑攻击 一共是2018的选举 高雄市场选举没有成功的接班 然后陈菊被抹黑跟攻击啊 所以我刚才前面讲说蔡总统的谦卑是什么 因为2018高雄市民的决定是让韩国瑜当市长 89比74啊 那这一次的这个大选 这个是109比62吧 这当然又这个不一样了 好那没有成功接班 所以陈菊被抹黑跟攻击 当然这个蔡总统在这个场面上 一定要帮陈菊讲话 我们国队去抹黑啦 去抹黑啦 不过蔡总统你应该了解说陈菊他提告的 像他去告什么张友华啦 谢寒斌啦 陈菊去告很多人 那陈菊目前我看到的官司 陈菊只有引荐 就是那个大家记得高雄那个煎饼的案子吗 不是一个什么煎饼的老板 然后什么韩粉跑去买 然后跟人家起冲突什么的 就是那一个韩粉 那位杨小姐 然后他这个 他在另外一个case上面去骂陈菊 又被陈菊告 他一审是被判有罪的 那 肩比那个事情也是他 后来 选举结束 认为这个选举无效 去告中选会的也是他 这三件事情的韩粉都是同一个这个杨小姐 杨小姐我就不谈了 我只跟你讲说这三个是同一个人 好那蔡总统你要了解 陈菊告的只有他就告引杨小姐 其他的诉讼陈菊都是输 好那蔡总统你这样讲 是不是等于一锤定音说 庆父那些案子都是抹黑 好今天还有那个那个啊 庆父的新闻啊 好说什么陈欣良他想交保六百万 好那中中情中无了 好因为他在已经在法院 在这个看守所关很很久了 好被收押很久了 那庆父案我看是不会有 不会有真相了 不会有 好我今天跟赖老师在抬杠 我说不会有了 结束了 过关啊 但我们最后谈的引力也是一样啊 杨慧如过关啊 你看杨慧如选后出来按赞啊 杨慧如过关啊 林昌佐的大港拟营 好再用讲台语 好但是我这个广播不能讲啊 大港拟营 好用台语来念才会有那个feel 好那就是一个很出笔的东西 林昌佐也过关了 林昌佐连任啊 那击败林玉方连任啊 杨慧如没事啊 杨慧如那个北院过完年之后开庭 就是罚钱 可能一庭就开完了啊 那个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要怎么开 这大家没什么好谈的 一庭就结束 可能就是罚钱了 一颗罚金嘛 钱罚一罚就没事了 好不会再查了 好那那个像北姐那个都骗你的 好 他说哎呀这个因为我们起诉杨慧如之后 有很多人去告发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把资料整理好 那一并送给这个 就我们讲的送审 就丢给北院 那这是骗你的 好我解释给大家听 譬如说 譬如说现在是2020一月嘛 2020的一月 假设2020的一月 我们台北地区起诉业员资 好 业员资被起诉的 好 起诉他 好 然后呢 我起诉业员资之后 我案子就送送台北地方法院嘛 好 北检的管辖就送台北地方法院嘛 好 那你送给台北地方法院 假设到了五月六月 诱人出来检业员资说 啊 这个业员资其实还有别的事情 然后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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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然后案子又丢到北检来 这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一月的时候已经起诉他了嘛 然后案子已经到北院了嘛 可是到了五月六月 又有人来检举告诉或告发 那怎么办 其实这在我们各地检署 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这凉拌啊 你就把后面收来东西丢给北院就好了 因为我案子已经不在我手上 我已经起诉业员资了啊 我就把案子丢过去就好了啊 所以他 我举这个例子说他在拖杨慧如的案子 那是技术性的拖延啊 他可以不用拖延了 好你们后来又检举杨慧如的案子 我另案啊 他不是检举什么WTA什么网球那个 我另案在在查啊 他针对大阪办事处书处长的部分 我先起诉嘛 他后面被检举的其他部分 我另案侦查 这样就好了 那都不是问题啊 好但是一直拖拖到这个 这个选后才处理 你就知道这事情是这样了 然后这个庆负担主我跟你讲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陈伟志跑了就跑了 跑了就算了 就不会有人在查了 好 这个蔡总统2020选举证明 陈局是打不倒的人 问题是陈局根本没有参选啊 他怎么是打不倒的人 这实在是非常奇怪 蔡总统你是不是在暗示自己 才是打不倒的人啊 好就像BBC专方你说 这个2018输的2020 到底原因是什么 好2018的时候 没有人看好蔡英文会连任 连赖清德都蠢蠢欲动啊 好那时候很乐观 看待柯P很乐观啊 朱立童也很乐观啊 说啊现在 蔡总统2018输到这个时候 你看朱立伦他是2018的12月25 他当场就宣布他要选总统 他的判断就是 蔡总统你九回一书生这样子 韩国一刚当选高雄市场应该不会选 国民党里面有谁跟朱立伦拼 王金平 那不是对手啊 朱立伦他 第一个宣布选总统是他 201812月25 他交帮给侯友余的时候 他就选不了选总统 可是最后2020的选举是 蔡总统连任 这就是政敌啦 这就是人性啦 所以我一直觉得蔡总统那一段讲 哎呀那个感受最深的是陈菊 不是感受最深的是蔡英文 感受最深 大家把他当落水狗啊 他乖乖乖就开那个回廊谈话 每次都头低低的啊 都没开啊 就被打趴在地上啊 那是那个时候蔡英文 跟现在蔡英文差十万八千里 你可以去调那个回廊谈话 当时的画面 真的是这个如同上家之权 可以这样讲啊 那现在不一样 所以蔡总统一说 证明成局 2020选举证明成局是打不倒的人 他讲是他自己啊 他不再讲成局啦 好蔡总统说高雄律委的这个选情啊 一度不乐观成局的压力大 这个我也听不懂啊 他是总统府秘书长啊 高雄律委的选情不乐观 跟成局有什么关系啊 实在都听不懂 这个总统是在讲什么 不过赢了就是赢了 赢了就是有 有这个话语权啊 好那输了就是输了 输了就是在两战嘛 这个选举就是这么的 的这个残酷 那2018的惨败到2022 的大胜喔 是蔡总统变好的吗 好这个部分恐怕连自由时报都 都不同意啊 好你自由时报的社论的分析 是因为这个 这个 主权啊跟芒果干啊 好然后 就这样 好这样处理 那到底内政啊 这个执政的绩窍是什么 好比较讲不出来 但是他就是赢了 好选举就是这样子嘛 好结果就是蔡英文连任的 那你说他2018到2020 这一年多时间他改了什么 你还真的 真的很难讲出来 好 但就选后的这些东西 就很多人会被 当然是操作了 我们看今天这个 这不是今天 昨天了 昨天最新的操作 这个记者 我没看过 可能是新人 自由时报的操作 说啊 要找郭台铭去选当主席 郭台铭 好 这自由时报就是这个 见缝插针啊 好 那打蛇水棍上 好 这自由时报在1月13 就选后的这个 礼拜一的这个头条啊 就他去操作九个共识嘛 好 这是国民党呢 就是有一些 就搞不清楚了 他他就是被 带着这个牵着走 我再高一点 好 好 自由时报写九二共识有问题的 然后大家看到 哎呀九二共识有问题 你也太容易被带风向了吧 嘿嘿 那自由时报昨天写 拱郭董接党魁 党内串联升温 好 这个这个简直 莫名其妙 好 我今天才才跟 谢龙介在聊 下午录音一定要谢龙介 我说 为什么 罗志强不选 罗志强啊 呃 但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啊 如果我是国民党党员 罗志强出来选 我会投他 我宁愿投罗志强 我也不会投朱立文啊 好 讲实在话是这样 那 这个龙介兴公讲说 因为他们党是有规定的 呃 要中央委员才能选 当主席 好 然后 罗志强他不是中央委员 就不能选 好 国民党规定是这样 好 那你说要照 叫郭泰民去照 照这个当 当初要参加初选的那个例子啊 好 那就是 他不是党员嘛 那吴敦就开后门嘛 让他突然变党员 然后他就可以选总统 这个这个 比较奇怪 就 党员可以选总统 但是 党主席要 中央委员才能选 嘿嘿 因为他们是党员 党代表 中央委员中常委 然后才是党主席嘛 好 那你要 选党主席 你要中央委员以上 你才能去选 党主席 可是你要参选总统呢 党员就可以选总统了 好 所以你知道这个烂党 跟这个 这个实际的这个 他的党员结构跟实际外面 都差多远了 好 就没有办法 国民党的包袱非常的大 好 那像 自由时报这样操作 绿媒就很 啊你看郭泰民要回来的啊 这样这样 然后就有媒体讲说 如果是韩国瑜要选的话 好 假设了 好 这媒体写的不是我写的 好 所以假设这个 韩国瑜选 那郭泰民就一定会有动作什么 讲的很像两个是怎样 这个水火不能 这个就是带风向 自由时报他就干的 哎 蔡总统大赢 好 然后这个九二公司 随便找了三个人 说九二公司要改 好 另外找几个人 中国国民党的中国 两个字要改 他就一直带风向 这个也是带风向 啊 就你们国民党越乱越好 软个细 这国民党那些人的没脑筋 就说你要看谁写的吗 那你你你你曾几何止看过自由时报这么关心国民党 那你也知道他是非常讨厌国民党 除了王金平之外 所有国民党的人自由时报都不喜欢 好 从以前的连战 好 你看连战被自由时报电到多产 宋楚瑜 好 好 好 马英九 那跟头号战犯啊 韩国瑜 好 好 他其他人妹哈 祝祝姐被他怎么电了 朱立伦被他怎么电了 他为什么只喜欢王金平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是觉得 他只要遇到王金平 他做特大 都是正面的 自由时报很挺王金平 可是自由时报很讨厌国民党 然后他现在带国民党的风向 国民党竟然里面 还有人去唱歌 那就真的没办法 你如果是一个国民党党员 然后你会去听 去看自由时报说他到底讲什么 郭台铭的一些 他根本连参选的资格都没有 罗志强都不能选的 郭台铭能选吗 还是说要再开一次后门 让郭台铭直接去选当主席 那就是国民党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 这个党实在是 那到底谁要选也不晓得 现在什么郝龙斌啊 朱立伦啊 有人在观望什么的 这个 当然是 这个 反正他还是继续带风向啊 他又不能去监督蔡总统 要监督 这个媒体就是这样子嘛 国民党执政监督国民党 自由时报嘛 国民党 马英九执政监督马英九嘛 国民党执政监督国民党 现在民进党执政 继续监督国民党 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就有些媒体这样 你应该是监督执政党才对啊 那今天如果韩国瑜当选总统 我还监督蔡总统吗 我当然监督韩国瑜啊 可是蔡总统连任了 他们继续监督韩国瑜啊 绿色的媒体就每天跟啊 你到底在干嘛啦 你几点几分 上班什么 做会有空没顺的事情 好就是说他要去 罢免韩国瑜的这个事情 他要割口割道断 要做到这 做到韩国瑜离开高雄为止啊 但是这个 就是看高雄朋友 如果他罢免承案 进入这个投票程序呢 就看投票决定啊 好那就是 其实决定权在高雄市民的手上 但是比较担心的时候 有些人会被误导 他看的媒体 我就今天在我的脸书 贴一个那个400亿 他说韩国瑜这个 当第一年高雄市长 举债了400亿 这是标准的假新闻啊 掰这个假新闻的人 是这个猛名嘴 然后 这个网友就跑到我的那个 脸书本段讲 高雄一年就400亿 高雄一年就举债400亿 这也太会借了吧 结果是假的 假的 但是假的新闻他知道吗 恐怕来我脸书留言那个人 他还是觉得 韩国瑜这么一年就就花了400亿 欠了400亿 那是假的 那你不知道啊 你都好骗嘛 你都拍假嘛 你只看固定媒体的时候 你就会不晓得你的那个状况是什么 你就很容易被骗啊 那我就比较没有办法 我在做这个农历春月特别节目的时候翻到一则 我那时候写的 遇到王世坚啊 坚哥 去年的三月跟王世坚一起上这个争论节目 那这个王世坚 你也知道王世坚的个性嘛 我是很久没遇到他啦 去年三月很久以前了 王世坚说高雄怎么可能突然变好 讲的太好了 因为去年三月嘛 韩国瑜才当三个月的高雄社长 王世坚说高雄怎么可能突然变好 真的啊 高雄怎么可能突然变好 三个月就变好 你骗人啊 又不是打电动 怎么可能三个月就变好 不可能嘛 好 所以我那时候回应王世坚的话是说 高雄真的没有突然变好 三月 去年三月是因为去年的那个 元宵灯会啦 什么高雄观光什么 然后看起来 高雄怎么人变多了 好然后这个灯会变热闹了 然后变成新闻的焦点 王世坚说高雄怎么突然变好 我说对高雄没有突然变好 是韩粉用钞票 把高雄变好了 王世坚懂了吗 你说高雄怎么突然变 以去年三月高雄怎么突然变 三个月他一当选高雄上 三个月就变好 你骗谁啊 不可能嘛 但是高雄去年的那个观光的那个光景 人突然变多 灯会变热闹 当然灯会人家 这个灯怎样 很奇怪什么的 你也知道酸民就是这样子吗 但是去年高雄灯会的成功 去年高雄的那个 元宵节那些 过年的那个 整个景气比较好 那是韩粉用钱砸出来了 很多人跑去高雄去捧场 他才有这样的那个 不然的话 所以我不是要去骂王世坚 王世坚是这个前辈 我说就回头来看 去年的那个一些新闻 感触很多 所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那个 农历春节的特别节目 连续五集 里面通通都是韩国语 来我们进广告 我是陈辉文 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陈佩帝 他说谢谢五集都谈韩总 这不是我故意要谈他 你把去年每个月的新闻的那个highlight 每一个月新闻的重点找出来 都是他 去年一整年 我们国家是围绕的韩国瑜在旋转 挺他的骂他的黑他的 帮他帮他澄清的 你打开新闻 蔡总统的新闻很少 除了被断交 蔡总统没什么新闻 都是韩国瑜的新闻 所以我也不是故意要谈韩国瑜 我是整理的前两个月就发现 那每一条都跟他有关系 当然这个 因为我是在整理我的 每日一句跟狗飞火车 还有我们那一集节目的那个大的标题 这样你看都跟他有关 我后来就想说那我从后面十二个月再再到回来这样看 其实每一个那个都跟韩国瑜有关的 即便他输了两百多万票 你看高雄那媒体做的新闻也都是韩国瑜 我这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们不想停然后一直谈 好 那这个大选期间的那个特勤为安规见 韩国瑜他发脸书贴照片感谢 他说人生啊 一期一会 那这个期呢就是那个期末考的期 期中考的期 一会 会就是那个开会的会 一起一会 那一起一会呢 其实他有很多种意思 那解读的角度也很多 今天我跟韩汉同台 韩汉他讲的意思是 我比较不 我我比较不想这么解读的意思 但是韩汉讲我也尊重 那什么叫一期一会 呃 如果照韩汉的解读方法就是说 这个人生啊 这个林星这个嗨嗨啊 嗨嗨林星 林星的嗨嗨 啊 这个拼总统大选 这个拼总统大会只有一次机会 one shot 这个一起一会这样子 好 所以我像讲这个这个解读角度也有他道理 好 一起一会 人生的变化很多 然后 你要这个 你如果讲的比较那就是你要很 专心的准备 然后 努力 加油 那真的那个timing出现你的 这个决斗 或是你的这个决赛 好 要一决胜负的时候你就全力的发挥 然后一起一会这样子 这个这个解读的角度不是不对的 好 那我的解读角度比较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韩国瑜跟李嘉芬是跟几十个他的委安特勤的人员合照 好几十个人合照 好 其实这个我的我的解读是这样子 比如说 他跟这个几十个特勤的人员合照 好 假设下个礼拜 好 这个 他们再约个时间说 我们这张照片里面合照的六十个人 好 在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 穿同样的衣服 我们再合照一次 有没有可能这六十个人在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 站在同一个位置然后再拍照一次有没有可能 其实可能性很难 好 什么意思呢 就说呃要珍惜当当下 人生是不能重来啊 好 所以我解读一期一会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家 这个有缘千里来相见啊 好 那有这个 有这个缘分 然后大家一起 好 比如说 你是国安特勤调来的啦 你是本来是警方的这个 建制的人员等等 好 那大家同四面方方 会合在一起 这一起会 就难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共识 那要珍惜这个缘分 你也可以这样解读啦 好 那 呃 当然如果照尾翰那个那个一字解决 他可能他他只有选总统的一字解决 那我不同看法 第一个 蔡英文第一次选总统也没当选 第二个呢 朱立伦到现在还是蠢蠢欲动啊 好 包括特定的媒体特定的那些人还在还在拱朱立伦啊 保护他嘛 好 那这个我今天跟佑正开玩笑 我说宋楚瑜是五期五会 好 韩国瑜是一期一会 他选一次嘛 宋楚瑜选五次 所以是五期五会 嘿嘿嘿 嘿嘿 唉 这些哈 但看你怎么去去解读这样的意思啊 好 但是我相信韩国瑜他是看得很很开 因为他本来就一无所有嘛 好 那 呃 因缘集会的到高雄去 然后 当了高雄市长部的主委 所以你看到有人叫他韩主委 好 那因为他在北农当总统 有人叫他韩总 好 那网路对他很很不满意的 好 像他去参加那个博恩夜学 他说我是韩岛 好 他有说哎你都是你在演的 好 如果都是他在演的就 哈哈 有人叫他韩岛 韩总 韩主委 还有人骂他是韩总机 好 就不要紧了 人生就是这样 好 这个一期一会看大家怎么去解读了 好 三立的尾牙 这个上个礼拜 张中华说啊 幸好不用变两立 好 这个显然就是冲着韩国瑜来的 好 因为在这个大选的辩论会啊 这个韩国瑜是标骂三立 苹果日报还有中央社 好 那 这当然是非常 这个不理想的状况 好 你总统候选 这个其实就是漱口碑成绩的问题 这个就不是浴缸 也不是大海 这是单纯的漱口碑 好 但是韩国瑜在这个整个 这个参选过程里面被这几个媒体是电到很惨 好 除了中央社是因为他就是那个啊 就是个传声筒嘛 中央社我就比较不计较 那你说三立也好 苹果日报也好 好 然后近周刊一周刊 就往十里打 他就是用最严厉的标准 他不监督蔡总统 他就监督韩国瑜 好 各种的指控啦 什么农舍啦 沙石厂啦 买豪仔啦 行装王小姐等等等等 好 各种的一打打到现在都不打 对 是 哦 礼拜三应该是 欸 不对啊 上礼拜不是已经选完了吗 那上礼拜的近周刊写什么 我已经忘了 哈哈 这个这个就是选战啊 他不是真的要去 你说检验 检验这个总统候选人 不是不检验 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黄国昌也是啊 哇 那个沙石厂这样这样 证据在哪里 讲完了就算了 这个就是选举啊 你在台湾你要参加选举 你就是得接受这样的折腾啊 特别是你在这种 好 呃 我还是觉得这个韩国瑜被修理的很惨 但当然 批评媒体是不对的啦 你去骂啊 什么三 他那是讲说这个三例 齁 要来采访我齁 除了他改成两例 齁 这当是气话啦 齁 那其实就算韩国瑜当选总统 三例依然是三例啊 即便你当选总统 你也不能命令电视台改名字啊 有啦 除非你是金正恩啊 你是北韩啊 不然你怎么可以命令电视台改名字呢 好 那韩国瑜那时候讲的气话是说 除非三例改成两例 不然我不再接受三例的采访 他当时是这样讲 在投票之前他是这样讲 可是韩国瑜回到高雄市政府 消假的记者会 第一个提问的是谁 第一个提问就是三例啊 在整个记者会第一个提问的 但我不晓得是不是三例第一个举手 还是这个韩国瑜的发言人去点他 第一个提问就是三例啊 也就是说 选前因为你黑过头了嘛 选前韩国瑜直接跟你开枪说 我不接受三例的采访啊 可是你看三例的采访 扭曲的栽赃的 三例有道歉过吗 三例说韩国瑜你歧视那个 那个移工啊 就是外劳啦 我讲移工可能很多人听不懂 以前我们就叫外劳 外籍劳工嘛 好 现在叫做移工 移动的移 好 移工 外劳或移工 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好像我们去吃面说 老板有什么青菜 大陆妹来一份 你讲大陆妹 你自己有心里有个 你讲大陆妹 你在歧视 这个大陆的朋友 可是我跟面摊老板 我们两个默契就是 我就像那个青菜 那个青菜叫大陆妹啊 我一点歧视的意思都没有 是你自己有觉得 你怎么讲人家是大陆妹 那这个讲移工外劳 这个我们就讲移工好了 他说韩国瑜歧视移工 要把移工集中 这个什么什么 度假休假什么的 那个那个管理啊 韩国瑜有讲吗 那因为这个全程都录音录影嘛 韩国瑜在那个座谈会面 有没有说他歧视这个外籍的移工 然后要把大家都 欸你们休假不能乱跑 我来弄个专区 然后你们在那边活动 他要这样讲吗 那3D的记者你是中狗喔 那个抱小孩子抱那个婴儿的 那个婴儿的爸爸妈妈在脸书抗议 在哪里 也是3D的啊 你说女婴的爸爸妈妈在脸书抗议 抗议什么 这你拿出来在哪个脸书抗议啊 那个把婴儿抱给韩国瑜的就是他妈妈 是妈妈自己把婴儿抱过来 要韩国瑜抱的 那怎么办 所以张中华总经理 我我跟你不认识啊 我是认识你的 那怎么讲 姐夫嘛 姐姐的老公 那我讲实在话 我不是要跟你对干 跟你对干 我一定吃亏的 我不是白痴 但是你知道新闻部在干嘛 因为你是管节目部的 你是不管那边的 你知道你3D新闻的记者在干嘛 摘张抹黑 造谣 鬼扯 有道歉过吗 有吗 那你比如说韩国瑜歧视移工在哪里 他有设一个专区把他关起来 然后你们等着这边不能去隔壁哦不能跑出来啊 你们他有吗 你们你们新闻是不可能都对嘛 啊 啊 啊 其实不是这样什么的 不是三例两例的问题 如果今天三例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报导 然后韩国瑜去钾三例 那我会骂韩国瑜啊 那你一路黑人家 黑到人家受不了了 那你三例变两例 讲这个话是不对的啊 可是他不是凭空而来啊 他一定叫你电子去叫啊 不然他何必这样子 那苹果日报 怎么黑他的我就不再重复 我以为喜甘悠寒 等下韩国瑜说你 你总统大选你问我 问我新庄王小姐 你要帮帮忙 你问点别的吧 这总统大选辩论会 苹果的副总编辑问他新庄王小姐 我就没办法啊 还问了什么六百万 好 三例有不分区立委 这个林楚英 恭喜啦 那也有两席民进党的票选中常委 那这样怎么处理呢 就因为你们新闻台跟民进党关系 这么的密切 你要怎么 这个就跟以前的中市一样啊 以前不是台市中市华市吗 老三台时代 台市是台湾省政府的 中市是中国国民党的 华市是国防部的 你绝对不会在华市 听到一则跟国防部不利的新闻 他不敢播啊 为什么 播了立刻就走人了 你看到台市的新闻 每一则都在剖省政府啊 省政府多棒 省议会怎么样 省主席怎么样 通通都是鬼扯的 为什么 省政府控制的啊 中市以前的中市 国民党在控制 谁敢骂国民党 头壳坏掉啊 你在中市骂国民党 你自觉坟墓吗 所以为什么要党政军 退出媒体吗 党不就是中市吗 政不就是台市吗 军不就是华市吗 你现在三立有部分区立委 也有中常委 你要怎么中立呢 那在你们里面 遇到民进党新闻 那怎么谈呢 你们的政论节目主持人 跑去民进党当中常委 然后你们老板有两席的 票选中常委 在民进党的中常委 那要谈什么 好所以我刚讲 我不是要去跟三立校正 我没那么笨 我也打不过他 我也骂不过他 我一点这个意思 我觉得大家应该想一想 你现在是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环境吗 媒体环境 是这样对吗 除了三立有哪一家电视台 老板可以指定中常委的 不是中方委 部分区立委 哪有法度 中天有部分区立委吗 TPB是有吗 东森有吗 还是年代跟一定是有吗 民事有没有 只有您有 那这样对吗 我就是说 唉 我喔 我三好举一好 我也去用修理也是应该的 谁谈 我谈 所以我期待生了 来 我们来接call in 023639955 控制2363平均 我们继续谈这个东西 你先直接三通 然后一通只能讲一分钟 请大家call in 023639955 其实大部分媒体都不敢谈 那我觉得应该要谈 如果今天王佑正去当部分区立委 我要不要骂他 林楚英伟认识 我还 我应该认识 20年前 乖乖 20年前 可以这样子吗 大家都 静若寒惨 大家都不敢说 我没有意思 与三立为敌 骂三立逃漏税的是董哥不是我 特别陷害一下董哥 来 023639955 你好 你好 怎么低通就这样 你好 喂喂喂 你好 你好 你住在几岁 我小林 林先生来 请讲 来 我 我是导韩国瑜 不 我家都绿色的 对 我说 不 你要叫我导什么 你家都绿色 然后呢 对 对 你们希望我导什么 对 对 我今天一早 跟我的航空开工 他说 现在少年都 一些少年都叫老花 掛出来 因为家里 挺你 挺韓国瑜的关系 对 我跟你说一句 我说 像我老花 现在都要打工 一天才不说 叫我去 填 国民党的咖啡 哈哈 哈哈 我是扭档 我没董 嗯 我说 我才不 才不顾我老花 嗯哼哼 对啊 我说 阿姨你 你从哪里看来 他说 我没有看来 对 那些少年都叫家里人 看出来 我说你不要亂说 对啦 好 那些少年 谢谢 谢谢林先生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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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些家庭 是会有 因为选举或是 这个候选的关系 有一些 这个摩擦或什么的 但是是全部吗 是每个家庭都这样子吗 我相信有些家庭的确 但是 有这么严重吗 一定要把他放大 然后大家就是 世代的对立 然后爸爸不给妈 那个小朋友钱 小朋友回家 不回家过年什么 我相信有极少数的 那你绝对不是全部了 我们要先进广告 待会再接两通 来 今天晚餐 我是陈辉文 马上再接两通call in 然后待会1900 我们到YT的那个观点频道 会问看社会的这个倒数第二集农历春节前 因为农历春节我们的那个 会问看社会都休息 所以今天有会问看社会 我觉得该讲还是要讲 难道因为他很大 所以我就不讲 那我相信这个海董跟张中华 都有接受批评的哑量 我讲的是事实 我没有一句是抹黑三立的 我讲的都是事实 就是这样 你们要处理这样的好 所以你看看吉他台都没有 今天有哪一台的老板可以指定 两席票权中常委在国民党或民进党 民事有吗 TPBS有吗 我看都没有啊 只有你有啊 这样的好 这样的公平 要做一个公平的媒体部分 好 没关系我三号隔一号 因为其实我如果真的要归缩 我就什么都不要谈就好了 我可以一个小时都借抠语 然后就准备过年就好 我也可以不要谈这些 但是我觉得该谈还是要谈 来 电话跟朱雷来 哈罗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台北阿姬 阿姬你好 我想讲一下 最近最近都有提到那个 党政军退出校园党政军退出媒体吗 没有 没有 没有人在谈之后我在谈啊 哈哈 我讲到三个字啊 高嘉宇 高嘉宇 什么意思 党政军退出校园 党政军退出媒体 我只想到这三个字 高嘉宇 然后我想要讲就是 阿姬 阿姬 你讲我一定听得懂 可是大家都听不懂 要解释一下 就是 这是 就是 是谁进入校园 是谁又进入了媒体 还主持节目 就是高嘉宇 就是高嘉宇 然后我想讲就是 就是 我想讲就是 这次输 我觉得有可能会输一半一半 但是 输到八百万 让我觉得就是说 嗯 这八百万的人 都相信 网路上的那些抹黑抹红 都相信网军讲的话 我不是说 哦 国民党会亡 我就觉得说 台湾人是 好像是是非不分 还是说 没有办法 变清 谢谢啦 谢谢你 谢谢我们不要去批评 那个八百多万人 我们尊重大家的 民主的选举 好 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们 来 你如果要更好做人 我从 已经得罪很多人了 你不要再补到 高嘉宇咧 02363995 来 菲利晚餐你好 我不是说 你好你好 嘿 我是台中LKT LKT 你为什么用两个L 两个K 两个T啊 呃 因为他一定要 一定要很多数字啊 所以LLKKTT 是男的 是女的 对 可是你讲话跟男的差不多 嗯 太man了好 好来 那个 就是 我觉得同文成太后这一点 真的是 嗯 跌破眼镜 对 然后选后呢 才发现 就是像那个 当时间我们看到那个 在正正 辩论会上面就是 那个说韩总脱鞋子 这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就是 这个就是抹黑啊 可是 选后真的是有人把这件事情 拿来讲 他说大家都烂 但是这个人就是没班 所以不可以投给他 我才觉得 哦原来 别人也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你会发现说 哦原来就是 虽然我不好 但是你更烂 那大家就会投给我 这一招是真的有效 哈哈 那个LLKT 我时间的关系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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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到那个 汇文看社会 明天见拜拜 你 fundo 好 잔 我很 没 我